张学良曾经是东北的少帅 在他爹张作霖在黄孤屯被炸死后 他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当年的东北军有将近40万的兵力 而且编制齐全装备精良 但就是这位手握40万大军的东北王 在面对日本军炸毁南蛮铁路 并以此为借口发动918事变的时候 张学良选择了不反抗不抵抗 一枪不反就丢了东三省 当时有不少人猜测 张学良之所以不组织抵抗 是因为得到了蒋介石的军令 在张学良晚年的时候 曾经多方记者都想打探真实情况 但张学良都闭口不提 直到有一日 日本记者找到他进行采访 他才将当年不抵抗的真相说了出来 张学良表示 当时确实是自己下令 让手下的军队不抵抗不反抗的 因为他以为日本人没有真正侵略中国的意思 并且自己也不能主动造成终日冲突 以免给日本人找到发动战争的借口 只可惜自己想的太简单了 没有看透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自己对这件事情也十分的后悔 这整件事情跟蒋介石都没有关系 至此张学良才将这隐瞒了60年的真相 公之于众 2015年的11月14日 在湖南长沙的文艺新村 一位95岁的抗战老兵跳楼自杀了 这位毕业于环浦军校的革命老人 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他自杀后 人们开始关注整个世界 才发现背后的故事令人痛心 这位老兵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一位敢于战场杀敌的英雄选择自杀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按钮 回复老兵即可观看